很多人家裡有腳踏車 但是它可能就變成不長期 然後甚至就擺在那邊 就是把它做切割之後 再做利用 讓你的腳踏車變成你可以載貨 讓它再創一個新的經濟價值 我叫柏翰 然後我自己的工作室是專門在做一些金屬加工 我從網路上看到 國外有這種貨車自行車 然後他們又可以載貨 然後又可以做生意 然後又有很多功能 可能又載小孩載狗狗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總有一天電動車跟單車 有機會再付出一次 我本來不算創作人 算是比較算買賣 再利用下班之餘 學一些小技術 就為了要做出我要的Cargo bike 貨車的自行車 當初研究師先研究他們的使用性 包含他們的主要結構 像這些轉軸的部分要怎麼做成連桿 去帶動前輪 不常使用的車架 然後去做切割 與車子的組結構可能不變 但是我們可以從貨台的很長與寬去做改變 結構上的話 比較困難就還是角度 因為有一些角度的位置 如果你差個五度 其實它的方向就不太一樣 那我就去做比較實際的模擬這樣 就是盡量以模具的模式去把它設定好 後來接觸到3D列印 我目標就是為了要讓我的單車的製程 是可以先用模型去模擬出來 然後讓我失敗的機率盡量可以降低 傳統工業或有傳統工業的一些傳統觀念 跟他們的製程模式 有時候可能沒有辦法說服我 去用他們的這些觀念做我的東西 遇到挫折的時候我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就是變成要花很長的時間一直嘗試 然後才能把問題找到 29歲開竅 我才知道要學習 我會很想要學 一直學一直學 因為我覺得人家怎麼學習到我就很想學 然後我起初也是上班下班就是去玩 幫你時間就這樣過了 我在想如果我40歲了 那我要用什麼體力跟能力去工作 一定還會有更厲害的年輕人出來 40幾歲了 就當送貨嗎 還是什麼 你又不會快樂 那我才會想要搞東搞西的 像美國他們不是都自己在家裡 車庫然後做工作 他們會自己改摩托車改哈雷 然後DIY務工 我就很喜歡這種環境跟生活 很愜意的做著自己的東西 他們什麼都自己完成 自己完成之後又自己這樣子 可能路上測試 我就可以花在這邊就可以度過以前 認為很無聊的事工 很快樂 我是這樣很棒的